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想谈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厨房 这个下水 这个水槽底下的这个 粉碎机的更换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 在这个 在厨房里边 我们在这个水池下面 我们这个水池下面 这个水池下面呢 往往有个粉碎机 它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脏的东西 有些比如说吃饭的一些剩余的东西 硬的东西它进来以后 然后我们开动开关以后 它就可以把它粉碎 粉碎了以后 然后随着下水道 然后它就流走了 这样呢就会减少我们这个水管子的 堵塞的问题 那么 但是呢这个东西 因为它是一个机械运动的一个东西 那么所以说呢 它会经常的会产生 这种 leak的现象 也就是说在底下会漏水 那么漏水是一个 厨房的这个下水这个水槽漏水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它不仅仅是 就是说 可以毁坏我们就是 熬了我们的这个 这个底下的这种 厨子 更重要的是它很容易产生一种mode 也就是这个mode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 汉语所说的就是一种 一种生补了 就是发霉了 那么这种mode呢 它对这个 对人的健康是有坏处的 那么如果你有出租房 或者是你自己的房子 一旦有了mode以后呢 这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很多国家和很多的城市里面 这个mode的现象就是如果这个mode 出现了以后 你不及时的处理的话 这个tenant或者是就是你租户 或者是你都可以到法院去告你 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健康 那么这个损失就是非常的巨额的损失 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所以说我们一旦有了这个leak 要马上处理 那么在这个一般来说 最多leak呢 都是因为这个损失机会造成的leak 那么这个leak呢 一般来说你不要去try to修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大概是100到300块钱之间 好的大概300块钱 因为你修的话 因为它是机械运动 那个sell的那个东西呢 它随着模型以后或者生锈 那么它就会坏掉 所以你要买那个配件的话 也是不值当的 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东西呢 全部就是换掉 换掉一个新的 那么在这个换的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大家觉得好像是很复杂 那么实际上是还比较简单 只是你不知道怎么换 那么我现在我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过程给大家展示一番 OK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在水池子里边 那个下水的口那地方 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么一个口 这个下水管子 这个下水池子 就这么一个口 那么这个口呢 它是和这个底下的 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连在一起的呢 它是通过这样的几个东西 连在一起 就是说这是水池子 水池子那个底部呢 然后把它捅到这个水池子底部以后呢 然后我们之间呢 我们需要放一个这个软的胶 就是蜂蜜的一种泥 我们放这种蜂蜜的一种泥 放好了以后 我们把它从那个管道 从这个下水池子里边 我们把它这样推下去 推到这个底下 然后呢 我们再放第二个 就是说一个 一个纸一样的一个东西 它就是比较 就是说 它可以 然后让这个池子和这个东西呢 蜂蜜的比较好 那么蜂蜜比较好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用这样的一个铁的 它是一个三角的一个铁 然后这个中间呢 我们把它push上去 这个的目的呢 就是说 它可以挤压 挤压这个 挤压 让它呢 让它这个和池子和池间呢 我们可以挤压 挤压了以后 这会让这个东西呢 就是蜂蜜比较结实 这样的话 不会造成 立刻漏水的现象 那么再一个半 再一个呢 最后一个part呢 就是说 我们要放一个这个 放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卡的 圆圈的卡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圆圈的卡的 那么这个圆圈的卡的东西呢 然后它也放上去以后呢 这样的话 它就会形成了这么一个 这样的几个层次 这个之间呢 它这个卡的目的呢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几个los 你看嘛 这样三个los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样三个los呢 我们这样拧上去以后 这样的话 它会把这个东西 push到这个边上去 它会把这个push到上面 这样的话就让这个蜂蜜的很紧 你知道吧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你注意到这个呢 它之间呢 它的这个 这个之间呢 它有一个 就是说 它的这个东西啊 它有一个这样伸出来的一个边 那么这个伸出来的边呢 然后就和我们这个 然后呢 我们之间 就可以 你看嘛 你看嘛 它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之间呢 就是它 像一个扣子一样 这底下的是这样 出来的这么一个边 然后它呢 是这样扣着 那一拧 它就把它扣在一起了 你看这个边 大家看了吗 再看这个边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边 看到了吗 看到这个边了吗 这个边是伸出了像翅膀一样 这个地方呢 它就有几个卡子的 这样的几个边 看到了吗 看到这个边 你看这样卡子的这个 这个卡子的 这样的话 我们进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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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让它这个 伸出去的这个边 和卡子的这个东西 一旋转以后呢 你看 这样一旋转 一旋转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扣在一起了 这样的话 就和我们机子 就连在一起了 看到吗 就连在一起了 它就是这个东西 需要这样一拧 把它拧上去 然后就卡 就卡上了 卡上了 所以说呢 它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说 这个伸出来的 和这个底下的这个档 档的这个边 然后它就通过这样 把它卡上去 看到了吗 看到这样 这样把它卡上去 所以你看 它就把这样卡上去 所以这样的卡上去以后 这样的话 它就掉不下来了 这样的话 它就会和它 蜂蜜在一起 连接在一起 那么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上半的这部分 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安在了 安在了 那么中间的 我们是和底下连在一起 那么它是松子的 它怎么不让它掉下来 那么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槽 我们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这儿有一个槽 一个就是说 我们把它拿下来 看到了吗 这儿有一个槽 而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一个钢丝 我们把这个钢丝呢 因为这个钢丝 它只要是放在这个槽里边以后 然后它就会凸出来 那么凸出来以后 这样就使得这个东西呢 掉不下来了 那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样的几个 几个东西呢 我们这样几个蜂蜜 这个这上面的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这个垫圈 这个是为了防漏用的 那么第二个这个 这个三角的这个环呢 它这边是平面的 然后我们把它过来以后呢 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落实 这个时候 它可以这个推上去来挤 这样的话 就让这个蜂蜜的比较紧 蜂蜜比较紧 所以说它的目的是 这上面 第一个这个圈呢 就是为了蜂蜜这个sink所用的 而下边的这一个东西呢 就是为了连结下部分所用的 那连结下部的粉碎机所用的 就是后的粉碎机 那么所以它们之间怎么连呢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槽 这一个槽呢 我们有一个钢丝 我们把这个钢丝呢 把它push进去 push进去以后 你看push进去以后 它就怎么着呢 push进去以后 这样的话它就掉不下来了 看到了吗 就掉不下来了 掉不下来以后 这样的话在我们底下的这一部分 然后我们就可以和这个 像这出来的这个边 然后和这个上面的这个 和这个粉碎机的这个 出来的这个像抓手一样 这样三个抓子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以后呢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三个抓子 我们现在底下的这个三个抓子 你看了吗 这三个抓手 你看这三个抓手 这三个抓手 然后和我们在底下的这个 和我们出来的这个旋转的这个 像螺丝一样的这样 这样的旋转出来的 就是有一定坡度的 然后我们把它呢 就是安在一起 我们这样通过这个 一旋转 我们就扣上了 所以一旋转以后 它就等于挂在这个 这个上 这个车 这个车 和挂在这个边了 然后我们这样 挂在一起以后 我们用螺丝刀 这样 伸进去一个螺丝刀 然后我们这样一别 它就开始 就挂上了 挂上了以后 这样的话 它就好了 就连在一起了 连在一起以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螺丝 你看嘛 我们再把这个螺丝 这样从底下 把它推推推推 这样拧 因为它拧了以后 你会发现 它上面这个边 它就往上走 往上走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把这个 你看 我们往上走的目的 就是为了把这个 蜂蜜的这个铁片 把它往上挤 挤了以后 这样的话 我们sink 我们就可以让它 不漏水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三个螺丝 上紧了以后 这样我们这个 鸡子和这个粉碎鸡 就和sink 连在一起了 那么在 在拧的当中 就是我们先这样 挂上以后 我们这样先这样 这样 你们看 像鞋子这样 你看 这样 首先先挂上的 挂上了以后 然后怎么着呢 挂上了以后 这样 我们先这样拧 先通过这个缝隙 然后再和这个尺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缝隙和尺之间 这样一拧它 然后它就挂上了 挂上了以后怎么办 你看 这样一拧了以后 你看它就挂上了 你看就挂上一个边 这样就挂上了 挂上了以后 这时候我们再用个落石刀 这样 从这个边和这个地方 这样 就 就往这个地方 再拧一拧 再拧一拧 直到拧了它 拧到这个 这个边 拧到根 这个地方好像 拧得很紧了 然后再 我们再把这个落石 再把这个落石 再把这个落石 我们再把它 再把它膨胀上去 这样以后 拧上去 一拧这个落石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边怎么着 就 就会往上走 这样的话 就我们就可以 这三个落石 我们都拧完了以后 然后它上面 就和这个水槽 就 连在一起了 而底线呢 就挂在一起了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 就把这个换掉了 所以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就是说我们有些朋友呢 就觉得好像 好可怕 这个东西好像很难做 实际上这是个很好做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 换这个东西很容易 希望大家呢 不要害怕 不要畏惧 那么 take time 就是说慢慢的 你总是会 弄得很好 而且你弄 就是你安装的 往往比这个professional 他们别人安装的 都会好 而且质量和保证都比较好 因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的property 这是你需要做的东西 这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是你的 一切都是你的东西 所以说你必须 你很认真的 就会把它换得很好 OK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给我留言 我可以尽全力来帮助你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一定要不要忽略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 是一个往往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和法律上的责任 希望大家认真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免费频道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